接前文这个夫妻女娃她是兄妹 然后跟他们同时来的还有一个兄弟 就是她可能是两个部落的 然后这个部落 她就是说用那种强制的 说那个时候他们是来干嘛的 来采资源的 看地球都好 然后就是忙过来了 就弄一些这个人吧 造一些这个物件 我们现在就讲这个机器 就造一些机器人 帮他们工作 然后造呢 她就通过基因 通过什么 这种 跟现在的这种技术不太一样 人家直接就造出活的人 有这种零私感的这种 那比机器人要厉害得多 那你说那时候技术都高 然后这个造势这些人呢 她就不听话了 她本人呢 就越灵活的东西 你越难控制她 那没办法 对吧 你只能说这个这个浩天 这一半 我忘了叫专需还是什么 就是反正有这么个人 好像就是三方五帝其中之一 就是天 那时候天地 那就指的就是她 就是最早的那个 那个渔王达地 就是 就那时候天 反正就那意思 她是用强压的办法去管理这些人 有什么不听话 她就往上面报 或者是她直接处理 而这个复兴里发呢 就是用感化的这种 感化出来的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中华民族 然后那些就是西方的 这个 一些 最早期的西方 因为这个神 他最早出 也是这个 就是 就是跟中国那个时候 神是一样的 就是 那时候 就是说 最原始 第一代人吧 祖先是一样 有人说 这个是耶和华 包括我这个 曾经这个 就是有那个 异能人士 他就是说 这个地球 确实跟耶和华有关 他其实可能就是一个人 这个耶和华到底是谁 就是反正他这几个人 就已经我们 大体知道了 然后这个西方民族 为什么说 讨厌龙呢 因为福西里妈 他这边 就说 崇拜的是龙 他们两个就 这种龙 他这个 管理这种文化 他跟这个 他是有冲突的 西方人叫勇者都恶龙 是吧 你就是以龙为 为这个邪恶之物 而东方是龙的传人 这个就在这 还有为什么说圣经 说 吃这个 亚等善娃 他拿上一个肋骨 他那可能就是际 际际的原因 就拿肋骨 我这个小时候 最大的病灾 感じ着 이肋骨骨 我就想弄弄弄弄 就那时候肺活量不够 我就知道这么个词 结果就搞了 这个舌太多了 慢慢地挑回去 再把这个洋脑前蛙合在一起 然后这个 他就说你吃智慧果 跟那个常寿果 只能吃一个 就说你人如果是有了 是寿命 你要想一直活下去 你就不能吃智慧 而你要是想有智慧 你一定要短暂 他跟神他会产生冲突 对抗 神管不了 不好管 这就是传说 你看为什么说蛇 就是这个龙的名字 指的就是这个 就是 自己去想 这些大洪水 等等 这些互相之间 这个上古的历史 跟那个圣经之间 这些很大关系 包括很多其他经典 也都有 说人类这个基因组序列 就是64 刚好就是64卦 那刚好就是一个 所以我们就讲 女娃造人 假如 假如 Sin